这不让无数人捧唬大笑的经典之作正式 东城西旧 作为香港喜剧电影的巅峰之一 他集结了当时十位顶级巨星 堪称众星云集 导演是刘振伟 制片人则是王家卫 连动作指导都是赫赫有名的红金宝 如此豪华阵容 再加上背后那段传奇故事 使得这部1993年上映的电影 成为中国影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喜剧经典之一 如今剧上映以后30年 谁能想到 这部电影居然是在毫无剧本的情况下 仅用27天就完成了拍摄 而且还是为了救场 事情还得从1991年说起 那年 王家卫从邓光荣手里拉来了一笔投资 准备拍一部武侠片 也就是冬邪吸毒 原计划是先赶在赫岁档上映冬邪吸毒 然后再由刘振伟负责拍摄 《东城吸救》占领暑气档 可谁知道 王家卫拍片 素来以曼公出戏活著称 眼看年关将近 《东邪吸毒》还没拍完 投资方担心资金泡汤 于是紧急商量 决定让刘振伟提前拍《东城吸救》 顶替赫岁档 于是 在开拍前 刘振伟召集了一众演员开会 鼓励大家群策群力 尽情发挥创意 他还给出承诺 在拍摄过程中 所有合理要求都尽量满足 演员们在王家卫的魔鬼训练下 早已疲惫不堪 一听到要拍喜剧 各个精神抖舞 立刻进入状态 疯狂想点子 琢磨角色 刘振伟甚至还打电话 邀请周星驰来客串 虽然当时周星驰忙于创办公司 无法全程参与 但当他后来到片场摊班时 发现现场气氛轻松搞笑 电影非常有趣 便主动提出 愿意零片酬客串一个角色 可惜那时角色都已经定了下来 最终没能合作成 就这样 这群明星们在打闹嬉笑中 仅用27天就完成了这部电影 令人意外的是 影片上映后大获好评 成为了香港影史上 一颗闪亮的喜剧明珠 直到今天 依旧被影迷们津津乐道 我们来 我们叫医生 我们来 我们叫不要走着美 我们来 我们来 我们叫医生 和你 哦 叫医生 让我来对你 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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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 叫声 欢乐 叫 今生